王一博是个有点温柔的酷盖,虽然话不多,但是一举一动都能够感受到这份情感的表达。 这就是街舞第五季总决赛落下帷幕,王一博用自己的方式,致敬了街舞,告别了这就是街舞第五季,此情此景的感触就是,也许下一季不再回归。 王一博用了最纯粹的舞蹈,地板舞跟这个舞台说了一句,不忘初心,这是一个街舞人的心声,也是这一季街舞的主题,Battle for Hope。 今年帝王一博因为一部电影热烈,重拾街舞最初的模样,回归初心,也让他找到了小时候练习街舞的样子,原来心中的热度从未改变。 王一博说,因为小时候爱上街舞,就是breaking,当时的学习环境不同于如今。 没有很好的老师,也没有那种的氛围跟环境,后来自己就转为学习hiphop,之后接触了各种的街舞舞种。 的确,在这就是街舞第三季的开始,我们就看到了王一博的hiphop,第四季看到了他的locking,这次第五季,我们看到了他的breaking。 在这三年的陪伴中,王一博的成长是迅速的,无论是hiphop还是其他的五种,他都不惜一力地学习跟进步,不断尝试, 但是,让人刮目相看,每一季他都能够给我们带来不一样,跟步步学习各种的hiphop,跟夜音学习locking,跟杨凯学习breaking,跟AC学习花手等等。 很多人说他是全能行,说到底,是因为热爱街舞。 在王一博身上,我们看到了执着,热爱,专业,爆火后的热度跟流量,贡献给了心中的唯一,街舞。 这次呢,主打新生代舞者,敢闯敢拼,才能够创造更多的可能性。 也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看到了王一博给予新人舞者机会,告诫他们练习基本功, 指出问题所在,让他们抓住机会展现自己,更用最纯粹的舞台,表达最初的街舞。 很喜欢王一博对待街舞的态度,不曾辜负,共同创造,因为一部电影重拾初心, 饰演了一个地板舞者,让他找到了曾经练习街舞的自己。 话说回来,为何是地板舞,因为这是有一定技巧性的,更是难度比较高的。 这是Old School最初的舞种,这也是为何会被列入体育比赛的原因。 这项舞种是具有竞技类的。 挥手告别,内心必然是柔软细腻的, 与这就是街舞告别,是对这三年的一次总结吧。 学习了很多,交到了不少的朋友,留下了作品,这是王一博来街舞的一个初衷。 如今它都实现了,挥手告别,是对三年来, 粉丝每次打造绿海现场的回应,现场给予了太多的支持跟肯定。 它是有所感触的,虽不曾用语言表达,但是一举一动中, 抬起的胳膊,挥手的一刻,都在表达感谢, 感谢你们的绿海,感谢你们不远万里而来,感谢你们的呼喊声。 好了,绿海灯牌的每次出现,都给人一种莫名的感动, 粉丝跟偶像的彼此沟通。 总有一种纯粹,就是你与我平行相对, 却在同频共振的时空里,给予彼此无限的力量。 知道王一博对街舞的热爱程度很深, 同样,对舞者也是喜欢到了骨子里。 特别是与街舞大神步步,从第三季的开始, 就让我们看到了这份炽热。 从一开始的喜欢,到如今的兄弟相处模式, 两个语言不通的人,如今见面后, 聊起天来,都让人感觉到腻歪, 试问,这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呢? 这就是街舞第三季的开始, 王一博就贡献了表情包, 登上热搜的话题就是追星步步, 表情管理失控,各种铺天盖地的图片中, 王一博看到步步biter,尖叫声不断, 注意打气的方式,像极了追星粉丝的模样。 与此同时,王一博从第三季见到步步, 就是经典的动作致敬, 表达喜欢的态度直接干脆, 更是对着步步就是各种比心, 第四季一回归, 人家见到步步,大老远的就开始寻觅对方, 更是比心,比666, 各种方式无所不有其极, 让粉丝看了都在线吃醋, 甚至粉丝送给步步一个别样的名字咖啡, 如今在第五季的名字, 瞬间被叫做妖妃, 不知道步步知道后作何感想, 王一博的粉丝这么强大的吗? 开心了,各种花式夸赞, 吃醋后,就铃铛别论了。 在第五季这就是街舞的开始, 步步发文抱怨说, 总有一个人老是cue他出来掰跳, 让他很无奈,感觉自己是街舞的工具人, 跟板牙掰跳了, 跟Ecar继续掰跳。 这次在总决赛的舞台上, 这两人又在一起逆歪了, 很明显这惹来了王一博粉丝的大型出促现场, 在最后的掰跳环节中, 作为裁判的他们都在舞台上, 比赛空隙期间, 王一博居然跟步步互动起来了。 此情此景, 被王一博的粉丝正好给拍到了, 不知道两个语言不通的人因为什么好事。 王一博居然对着步步一顿撒娇, 抛媚眼, 各种的暧昧表情, 看起来貌似是在条款步步, 惹来步步的严重不满, 顺势过去拍了一下王一博。 这个场景看下来, 貌似王一博是吃到了步步的瓜, 特别搞笑的互动过程, 在后面的时候, 王一博更是对着步步干瞪眼, 貌似看到了什么, 这些场景惹来不少粉丝在线吐槽。 粉丝用绿色灯牌打造了一片绿海, 没想到看到了王一博跟步步同框, 逆逆歪歪的场景, 瞬间感觉绿海是给自己的, 头顶一毛绿, 心情自然爽歪歪了。 只能说, 粉丝没想到吃醋吃到了自己的头上, 拜王一博所赐, 腰飞的名号瞬间在粉丝圈里流传开来, 甚至登上了热搜, 还好为了给他们一点面子。 只能说王一博对步步的表情好丰富, 是的, 超级丰富, 乃至让王一博粉丝吃醋, 灯牌的绿色果然是给自己留的。 好多人说, 什么时候王一博可以对粉丝抛个眉眼呢? 哪怕撒个娇呢? 只想说, 各位洗洗睡吧, 哪一天的可能性基本为零? 对此, 各位如何看待呢? 留言讨论被终点一是起点, 小时候被Breaking经验, 虽然那是只能练招, 没有现在这么多的风格之说, 但少年依然义无反顾地投入其中。 一一部电影, 他不仅重拾该舞种, 还将其带到街舞舞的总决赛当中, 这么高的个子, 却不妨挨他腿脚的灵活, 逼爆的起舞不紧其, 还让看的人数是万分, 不用做什么大招, 只靠Footwork, 排腿, Flip, 翻滚, Freeze, 定格, 等等就可以让人感知到一个必爆的基本水平。 他王一博士如此放松, 如此享受, 穿着属于就是风格的服饰, 跳着传统的Old School风格的舞蹈, 内心毫无对抗, 只有属于当下的自由自在。 今年第五季的街舞落下了帷幕, 喜欢与否都不重要, 街舞本身才是最大的赢家。 就像一个人一样, 终点是下一个起点的开始, 一环套一环, 路财越走越宽广。 每一季的街舞都让我们看到它不一样的成长, 唯一不变的是它的初心依旧, 既如此, 它的下一个起点已然开始, 我们当然也一样, 那还等什么呢? 继续自己的旅程啊, 时间终会给出答案, 我, 一档节目, 几乎每期的标题都要带上王一博三个字, 他在节目中的任何微小动作, 排练花絮等等都会被放在显微镜下看了又看, 连拍个广告, 都被人揪出鼻子上沾了两根细小的猫芒, My God, 可真是全方位无死角的在观察啊。 这部, 昨天下午就是街舞总决赛了, 他开始跳舞了, 引起的热议话题又难以计数了, 身处旋风中心的他, 却依然低调又沉默, 开心又快乐, 突然就想到这几句台词, 徒二, 生死, 是非, 成败, 荣辱, 其实就一个字, 我, 我及我, 我非我,